爸爸 昨天妈妈是又打麻将了 你怎么知道的 爸爸 我有一个办法能让妈妈借点麻将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有什么办法 你等会就知道了 我去找妈妈了 还跟我买关子 行行行 你快去快去 爸爸 你就等我来好消息吧 行行行 妈妈 把你手机借我一下 又玩手机啊 不行 妈妈 我不是玩手机 因为老师说要读词语 我夜行一下 那你拿你爸爸手机啊 我等一下有事要出去 爸爸是打电话 你喜欢他行吧 拿我手机也可以啊 你读完了 马上就还给我听到没有 嗯 赶紧去 爸爸 我打妈妈手机给拿过来了 你拿妈妈手机干嘛呀 发朋友圈 发朋友圈 你的意思是拿妈妈的手机发朋友圈对吧 对 那发什么呢 你就发 我学生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了 谁也别找我 谁找我谁就是狗 爸爸你这招太绝了 行 爸爸马上发啊 哎呦 我估计这个朋友圈发了 以后就没人找你妈妈打麻将的 行 爸爸发好了 你去把手机还给妈妈吧 喂 哎 刘姐 去打麻将了 不是说好了吗 干嘛 你发这么大火气干嘛 什么 我朋友圈 我朋友圈怎么可能发这样的东西啊 那现在行 我去看一下 你先别生气啊 好好好 先这样说 好好好 先这样说 这么贵是我朋友圈 哎 什么情况 我朋友圈怎么发这样的东西啊 谁发的 老王是不是你故意的 啥 啥 啥 你刚才拿我手机干什么了 你不知道吗 我什么时候拿你手机了 我一直住在这里没动呢 那刚才儿子拿我的手机 难道不是你发的吗 除了你还有谁啊 发的啥呀 发的朋友圈 说我萱萱 以后再也不打麻将 谁找我打麻将 谁就是狗 这不是挺好的吗 有没有能点赞 点赞 你还好意思笑 谁会给我点赞 人家都不找我打麻将了现在 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免得每天出去很晚才回来 待在家里不好吗 是不是你发的 对啊 就是我发的 就是我故意发的 怎么你啊 你来打我啊